来了出锅了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啊 咱切开啊 切开看看 太好了 这个颜色太正了 太正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 咱今天做什么 今天呀 今天做一个咱传统的 传统的韭菜饼 哦 韭菜大饼 这韭菜挺嫩的啊 哎 现在都是大地的韭菜的 哦 切好了 切好了 先放到盆里 咱一会儿调去 咱啊就保留这个韭菜的原汁原味 哦 咱什么都不放 你看啊 就放点香油 哦 放点香油 提提香味 哎 然后什么那这面那面的 那咱都不放 哦 韭菜就本来就挺香的 哎 来点香油 嗯 可以来点料油 你就放那个 我这提前熬好了 咱来不及 然后那个 换点那个花椒 然后大料 葱 洋葱 熬完了以后 把那个料弄出来以后 把这个油晾凉了啊 一定要凉油调馅 热油的那个 那馅它一烫 烫上了 就不好 那个味道就不好闻了 对对对 哦 好嘞 哦 盐咱最后放 哦 因为这个韭菜放上盐以后 它爱出水 哦 对对 咱最后放 这些差不多 清淡一点吧 然后咱不放太多 真香啊 现在吃一口是不是不对 哈哈哈 太香了 咱一会儿做熟了再吃 哦 哦 咱就是原来用的咱那个家常大饼的 哦 四面的 四面 四面的香 有嚼劲 一斤一斤要分成两份 咱今天做的一个呀 是一个大菜饼 因为它上下是两层的 对 所以咱先给它分开 半斤 半斤一片 这给它揉一下 嗯 好 揉一揉 揉一揉 有劲 有劲啊 一会儿因为它擀得挺大的了 对对对 要不然它兜不住那个馅 对 上镜吧 上镜 哈哈哈哈 擀成一个薄薄的片 皮薄馅大 哎 哎 看 放到小帘子上 咱放馅 放馅 以前 再把这个馅放盐 嗯 因为韭菜呀 它是个水菜 老爱出水 嗯 要不然咱那个饼 要不咱那个饼出水 它不就烂了容易 对对对 少油少盐吧 对 少放点 简简单单啊 就是 特简单 你看就是放点香油 嗯 那个咱现在自己家吃的那个食用油 对 回头给它一熬 熬开了 放点那个葱嘛的 对 多简单 对 打两个鸡蛋 打两鸡蛋 馅儿调好了 馅儿调好了 咱准备两个鸡蛋 这都是备用的啊 一会儿都有用 韭菜鸡蛋啊 韭菜鸡蛋 就是传统的点 经典 经典的素馅吧 是吧 对对对 有的还有愿意 一个人口味吧 有的放那个吗 那个粉条的 对对对 是吧 虾皮儿 虾仁都可以 就一个人口味 多放馅儿 馅儿才好 多放馅儿好吃 皮儿又薄 对对对 馅儿少了不好吃 越说越饿 越说越饿 饿也不行 饿也得等会儿 咱熟了再吃 哈喇子流下来了 馅儿不可以啊 行 多少这个馅儿多好 好 淋上啊 给它淋上 给它铺匀了 这好吃 一般的呀 咱家里做它都要炒熟了 弄那个熟鸡蛋 没有这个味道好 对 盖上 盖上 把口捏一下 给它捏一下 多快啊 挺简单的 挺简单的 把口封住 把口封住呀 咱菜别让它跑出来 那就没味道了 对对对 下锅以前啊 锅子在这油 愿意吃油大的 你就多放点 我们就愿意吃青蛋 少放点 下锅 逗你 技术成熟 好了 给大肚子馅儿 等一下吧 好吃 好香 变色了 看上面 变颜色了 刷点油 黄肝出来了 黄肝出来了 把油翻个 马上就能开饭了 走 颜色就出来了 韭菜香味也出来了 越温越饿 咱抓紧把锅盖上 太饿了 出锅了 出锅了 香土焖 多好 太棒了 出锅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咱切开 切开看看 切开了 哎呀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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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太好了 这个颜色太正了 太正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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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了 好 开饭了 好 开饭了 咱吃 走 走 哇 太香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好吃 来 大姐 哎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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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吃 哎呦 哎呦 太烫了 好 好 那好好哭了 死了一眼好不好 哈哈哈 那赏筋呢 赏筋也好烫 呵呵呵呵 大吃大油 好 好吃吗 OK